10月31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复仲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勋章 并举行隆重颁授仪式 宏伟的金色大厅内 气氛庄重热烈 据符红色背景板上 有意勋章的图案格外醒目 背景板前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党旗 中越两国国旗整齐排列 仪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正部进入会场 登上授勋台 分裂两侧 礼乐声中 习近平和阮富仲一起步入大厅 中越双方嘉宾全体起立 热烈鼓掌 习近平和阮富仲登上授勋台 军乐团奏乐中两国国歌 音乐开放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勋令 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李浩响起 习近平郑重为阮复重 退化勋章 选考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 阮富仲总书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志和真诚朋友 在阮富仲总书记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 中越两党两国传统友谊得到巩固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务实合作持续深化 交流互建日益密切 友谊勋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对阮富仲总书记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 象征着中越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情意 蕴含着两党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 中越是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 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 是致力于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命运共同体 在两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愿同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一道 传承好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传统友谊 共同引领中越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阮富仲致达词 阮富仲表示 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勋章 这一崇高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 对越南党政府和人民 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越南历届领导人的深情厚意 也是对越南长期致力于越中友好的巨大鼓舞 我十分荣幸地接受这一崇高荣誉 将在自己的岗位上 同越南人民一道 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巩固深化越中同志家兄弟的友好关系 共同实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祝越中友好 万古长青 祝同志家兄弟的越中关系 世世代代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何立峰等参加授勋仪式 授勋仪式后 习近平和阮富重进行了查序 畅序两党两国传统友谊和发展前景 当晚习近平为阮富重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向阮富重一一介绍新进政治局常委的同志 阮富重对政治局常委同志们致以忠心祝贺 表示越共中央愿同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 携手努力 推动两党两国友好合作 取得新成果 迈向新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参加 李强 李强